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雞特哥哥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排球少年FlyHide的遊戲資訊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虎客玩家到底有沒有辦法拿到 最強誘爾日向襄陽 同時會告訴你們一些獲取建議 這點對所有玩家來說都特別重要 因為真的很多人問我說 SSR日向到底要不要抽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 趕緊開始吧 首先SSR日向要不要抽這點肯定是必要的 畢竟抽取道具最強誘爾徽章可以免費獲得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徽章都拿去抽就對了 因為剩下的徽章每個只會轉換成2000金幣 不抽真的超級虧 那無課玩家到底有沒有機會獲得襄陽 答案當然是有機會 畢竟抽卡就是全看運氣嘛 但這個機會高不高就是今天要告訴大家的重點 我們可以獲得最強誘爾徽章的管道有以下幾個 1.每日活躍計劃 只要累積80點活躍度 就可以獲得160個徽章 為期25天 所以總共是4000個 那這個活躍度要達到80點很簡單 因為就只是每日任務而已 所以目前保底40抽 接著2.衝4任務 這任務分成7天 每天都有不同的條件需要完成 但只要在剩餘時間內有做到就好 所以對於無課玩家來說也是穩拿的 這邊的總徽章我有幫大家算好了 天數獎勵是43×80 也就是3440徽章 再加上積分獎勵 4300總共是7740 所以目前給機抽數是117抽 接著3.通行證這邊 免費拿滿是700徽章 所以目前是124抽 最後4.商店限時販售 這裡每天可以購買20徽章 為期25天所以總共是500 因此無課最多可以獲得的總抽數 就是129抽 老實說這抽數給了很多 已經快要逼近保底的160抽了 但獲取機率畢竟只有0.6%而已 所以高不高我覺得就看個人想法吧 如果想要確定獲得日向翔陽的話 購買通行證就可以額外獲得3300徽章 來到超過保底的162抽 並不用買下面的每日千刀基金 那這個通行證可以等到真的129抽 都確定沒有之後再買也來得及 只是就要注意一下活動時間 至於未來有沒有辦法免費獲得SSR日向翔陽 答案是有辦法 因為在官方卡池裡面有提到一點說 2024年9月6號日向翔陽會放進高級招募池裡 也就是大眾池 所以只要玩得久都有機會可以拿到 除非真的非洲到不行 那就另當別論 但各位真的很想要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去買通行證 因為大眾池要撈SSR真的很難 而且更別說之後有好幾隻UP角色 也會用到高級招募券 所以基本上除非大課長 不然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抽大眾池 至於SSR日向 這隻角色到底強不強 答案肯定是強的 光是對服模式就有確定幾乎不會被淘汰 那日服那邊目前的烏野隊裡 大部分都有放他上場 畢竟他的技能組織真的相當不錯 第一招被動最強誘餌 只要翔陽在場 就可以提升場上所有球員的強攻或快攻屬性 而第二招快攻打檔 只要在翔陽扣球的時候 傳球員有快攻標籤 就可以提升15%的威力 這目前來說配上SSR影衫效果非常驚人 再來第三招可以提升翔陽的基礎意識 而且超常發揮的時候 還可以再額外增加 提升基礎戰鬥力 最後大絕就是一招相當強力的進攻手段 所以整體來說 翔陽在烏野隊裡有能力的話必抽 未來有機會免費取得 但俗話說得好免費的最貴 不過我必須先說 這個不是工商影片 只是如果各位真的想要的話 129抽結束後 買通行證會是最划算的選擇 而且其他送的資源也還不錯 整體來說還蠻划算的 但這些只是我個人見解而已 不代表一定就是對的 各位也可以多參考其他的意見再決定 那如果我有講錯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糾正指教 那以上就是這次為排球少年Fry High 帶來的遊戲攻略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部影片就到此結束 我是基督哥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囉